LAYO聊事件以天天若克星 大家好我是LAYO 今天來看伊索貝亞人對上兇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霸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出身點位大約8點鐘方向的伊索貝亞人 伊索貝亞人特色是他的攻兵攻擊速度 是有吸速度最快的攻兵射速文明 伊索貝亞人他升級時還有100黃金跟100肉 這個效果讓他從黑暗時代到封建時代 可以馬上點下一擊射 所以他在團戰的表現是非常好的 那以單挑的表現來看的話 還是要圍在弓兵路線跟他的駱駝路線 還有這個步兵 那他的駱駝跟步兵有這個皇族血脈 可以做一些額外的buff 實體來說還是要偏向於三體 這個大落馬駱駝 弓兵跟槍兵作為為主的一個打法路線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YO這邊選擇的是兇人 他的兇人特色是開局使用木頭減100 但是人口直接拉到200人口 所以他是不需要蓋房子的文明 那兇人他的打法比較偏向於 馬弓跟遊俠路線 主要城堡時代還是會走馬弓路線 到了帝王時代 再看情況轉出大落馬跟遊俠 後期如果遇到大量駱駝的話 還是需要考慮轉大強兵才醒的一個文明 OK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地圖的房間 現在上面有塊黃金 左邊有塊兩塊黃金的位置 只有這塊是比較好防守 可以蓋TC 這邊的話也可以蓋TC 但是就是比較遠一點 黃金的位置的話 YO可能還是要注重於在左邊的進攻位置 可能這邊要插一根城堡做防守 那右邊的話木頭的話也很少 這裡只有兩片木區喔 是比較尷尬的一個地方 沒有辦法做維持然後開龍的路線 就只能進行來打架 而且兇人這個文明喔 是沒有防止的關係 所以YO可能還是會比較打的軍事化一點 哇這個木區真的是有夠爛阿 這三個木區怎麼是在後面阿 前面這個木區也太靠前了 哇這個地圖對於YO來說是超級大爛圖 連黃金果子都在前面 只有石頭在後面 但兇人最不需要的東西是石頭了 他的城堡就是拿來出巨頭而已 還有這個打了和騎兵 但是打了和騎兵 對於攻兵來說是蠻有用的 但是出的機會也是蠻少的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伊索比亞人 伊索比亞人這邊黃金兩個位置 其實都還不錯喔 都是很適合開TC的位置 那木區的話跟YO一樣也是只有兩片木區 但是還好他其他的 木區都還算是比較近 沒有到那麼遠的位置 好那接下來看一下兩邊怎麼發展了 那現在伊索比亞人 帕頭應該沒意外的話 走崩兵路線會大於走洛馬路線 因為伊索比亞的洛馬是沒有品種的 就算你要打馬功的話 少了這個品種 這個馬功也很難疊起來 好YO這邊應該可以預判 哈特應該是走工兵路線 那我就走洛馬 因為洛馬的初級時間 會大於工兵的初級時間 但是如果對方走工兵 事件場也要早點下 才能用出毛病反制對方的工兵 前期的C帝國的交戰 大概就是這個邏輯 OK那這邊伊索比亞 這邊是偷了織布技術 到了封建時代才點下 偷了織布之後馬上點下了工兵 好YO這邊走過來看一下 你這邊家裡要圍石應該是沒問題 這裡能圍 那如果YO要圍的話也只能這樣子圍 然後這邊稍微圍一下 稍微圍過來 黃金瑋出去 好 哈特家裡有按槍兵防守 工兵暫時沒出門 全力守家 好 這裡直接打了一下 看一下這三隻洛馬 能不能做到很好的效果 OK拉走了 沒有打算繼續騷擾 好 在哈特在等家裡圍好之後 這些工兵跟槍兵才會選擇出門 現在這個時間點還不出門 但是YO應該準備好了毛兵了 果然馬上就補毛兵了 不用蓋房子 確實省下了非常多的木頭 毛兵早早就產生了出來 好 這裡點下了冰工廠 準備來點一級射 好那YO這邊 待會也要下個冰工廠了 要來點這個一級射 跟一級的工兵台獎 去防止哈特這邊的 工兵一波帶走的問題 好 但是YO這邊要搞事了 這裡拉了四隻村民 插箭塔了 好兩邊一個對插塔 這裡很關鍵 好四隻工兵過來 好射走 YO這邊蓋村 蓋塔的村民 直接把箭台補在了後方 OK哈特現在很難抵抗這個 插箭塔的模式 我有發現這張地圖 兩邊的地圖都是只有兩片墓區 只要把這兩片墓區給空下來 基本上就可以宣告死刑了 那哈特這邊是被受攻擊的那一方 所以現在要保住右邊這個墓區才行 那這個墓區 待會要想辦法給空下來 不然就是趕快升到錢寶石帶了 好那現在錢寶石帶好像快要升囉 好這個資源很接近 YO這邊則是來插箭塔的關係 所以箭塔會有點殺經濟喔 所以他這邊經濟差距有點大 哈特已經點下了城堡石帶 但是YO的資源量完全不夠 這邊肉的話是因為點了太多的一攻一防 去防止哈特的工兵一波帶走 所以投資了非常多的科技 哈特的是省了一個100肉 沒有點工兵鎧甲 那現在家裡的農田量是12片田 其實以農田樹來說是有點偏少的 通常這樣的經濟配置是多半 要到城堡時代是要來打馬工路線 稍微走的一個路線 好這根箭塔應該是蓋不起來 好這根箭塔還是依舊有碰到一些東西 這裡補了一個馬舅 這個馬舅多半是要出駱鎚 出駱鎚稍微防守一下 還有出肉馬去反制YO的生侶撿聖物 應該就這樣子了 應該生侶不會拿來招工兵 好這裡剪下一集農田跟挖金 這邊很細節喔 可以看到 然後哈特這邊就把這個自動耕田給關掉 這樣就不會去亂撒田了 好的 那現在農田的部分 有一集農田可以再重新回撒 那現在看起來YO 這邊是升到城堡時代 馬上補了4件場 果不其然這個經濟呢 是要來打馬工喔 因為通常田的數量我就可以判斷 他待會要走的路線是什麼 所以大家在玩犀利利國偵查時候 可以多去看對方農田的變化 農田變化量如果你有偵查到 通常就可以做一個很好的對應 那現在犀利利國是一個大馬工時代 很多文明都想要出馬工 但是YO本來這個文明 就是很適合出馬工的文明 九折馬工 好 而且還可以不用蓋房子 剩下非常多的木頭 黃金多挖一點 就可以爆出大量的馬工 喔 這一波直接出騎士 砍戰毛兵 還不是出駱駝 哇 這個第一時間反制 馬就直接砍爆了YO的 大量 毛兵 這一波要秒殺了嗎 YO的馬工按不出來 戰毛兵 要先點 馬工先不能按 完了 黃金被控 哇 這個真的是超級大爛圖 哈特這一波 並不是打駱駝 而是直接騎士一貼 好狠好狠 直接把你黃金控得死死的 現在YO急需新的黃金來源 外面補了一個TC 這個黃金控得相當舒服 哇 經濟因為這一波的關心 直接炸裂 好村民稍微秀一下箭塔 好但是工兵怎麼被毛兵給點光了呢 哎呀 這一波YO鎖住了 好騎士走進來 繼續砍村民 再拿個幾村 OKOK再往後繞 這裡也要收村了嗎 趕快圍支援點 YO沒有時間看這裡 哈特 看到了 趕快追 先拿一村 再拿一村 卡一下 再一刀 拿下了拿下了 哈特這邊剛剛有高打第一 所以騎士只要砍四刀 這就是騎士沒有點一攻的問題 打村民要打五刀 有一攻的話只需要四刀 好那這一波YO直接血虧 被開局拿十村 黃金還被控了一陣子 三世界場現在蓋好終於能產馬功了 好但是哈特並不是想要一波帶走 而是 好繼續 開始轉經濟 好 補了一個TC 在城堡的位置 好這裏劍塔最後拿下 但是這兩隻村民要被抓掉了 OK這邊是十村換兩村 現在YO有點虧 現在YO 戰毛兵補到了七隻的數量 沒有不繼續補 應該說馬功補到了十一隻的數量 七隻的戰毛開始往前推進 但這波推進會有個很大的問題 現在 在伊索比亞人 馬功數量還沒有夠成型的情況下 因為兇勒還沒有馬功成型的情況下 很容易被伊索比亞的弓兵給點爆頭 所以 現在YO 還是要先把馬功囤起來 才有可能打得贏伊索比亞的弓兵 好這裏又是一個多線 但是哈特也沒有按太多的弓兵喔 這邊抓到了一隻村民 現在哈特彈道學還有四十秒左右的時間 這裏弓兵要趕快按才對喔 哈特 哈特這邊弓兵沒有馬上補 射箭場不夠嗎 看一下 哇怎麼只有一個射箭場 哇哈特這邊打得算是非常偷經濟的打法 開了兩TC不補射箭場也不補弓兵 黃金掛得多 支援都卡在那 支援沒有用乾淨 像YO這邊喔 支援消耗就消耗得很好 最後把這個支援全部消耗殆盡 那差不多這邊是要來打一個 馬功壓制插寶的一個路線喔 這邊石頭已經挖到了722 準備要來插寶 好爭取時間 這裡馬功硬扛傷害 扛到頭破血流 好工兵來了 哇可以看到這個彈道學 很痛 射掉兩匹馬功 好接下來 YO要把所有的部隊集結在中間這個位置 這裡想要蓋塔防守 但是兩邊投資車互砸一下 這一波蓋寶 村民沒被拍到 哈特這邊投資車 第一時間打對方投資車 打掉了 YO的頭車被砸光 直接把頭車給修起來 馬功血量有點殘 但是這個投資車一直在被馬功給吸引 這邊砸村民吧 我覺得砸村民大於馬功 好砸了一村 但是馬功依舊在點投資車 投資車現在又遇到對方投資車的問題 沒有辦法有足夠時間去砸 結果自己的投資車被換掉 哇喔這邊投資車秀得很漂亮 才能把我也順利的蓋了起來了 好 你走經濟 我走X寶流 那現在YO的經濟 已經慢慢好轉起來 已經補下了TC 果然是走一個X寶開TC的路線 那哈特這邊承認中心被控制之後 現在會有點難受 那這裡哈特其實也可以轉衝車 開始偷點 但是問題是這個投資車 沒有辦法解決的話 這個衝車出來還是會被炸掉的 所以後面可能還要再補一個工程器製造索 先再按一台投資車 看有沒有機會把這個投資車給拿下 轉修有點困難 喔這一波工兵直接收掉了4隻馬功 YO的馬功直接撞到了對方的工兵臉上 這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馬功數量不夠多 是絕對不可能打得贏這些不工兵的 而且還有攻速加成 好這個TC拿下了 現在YO 馬功繼續按 哈特補下了手推車 經濟還是很注重 這裡不開TC 而是選擇開伐木場 這裡很適合開TC的 最主要是現在石頭被控住 射箭場的部分 目前還是只有一個 單射箭場 再出工兵 現在木頭來源急需 OK 現在砸掉之後 家裡工程器招手補下 並沒有馬上按投資車 這個燒戰被拿掉了 現在哈特防守有點困難 但是這邊瞭望塔的視野依舊是很好的 可以看到這個防守非常廣 現在兇人 YO點下了彈道學 但是YO已經轉3TC開農了 哈特這邊村民樹要被追上了 YO現在路線就很簡單 混住3TC的肉 到後來農田再多灑一點 農田要多灑 不要斷村 然後 先暫時斷一下馬公 這邊直接一頭撞上了城堡 哇 直接收掉了 這個投資車 現在馬公一直在這邊繞 工兵走出來 我要忍農田只有12片田 應該會斷村斷到2 可以看到TC idol 這個城鎮中心的閒置 來到了5分55秒 有夠長的一段時間 好 這一波砸了下去 好 拖車過來 砸一下 砸掉 好 這裡帝王時代 已經補下了 比索比亞人 哈特 現在經濟 已經逐漸好轉 這邊最重要的目標是要趕快把石頭給挖出來 把這個石頭挖出來之後 要來蓋堡 先拆除家門口這個城堡的壓制問題 那待會插堡的位置 沒意外的話應該也是在門面這裡 或是在更後方一點的位置 這個位置 好這個騎士有機會嗎 殘血騎士最後被收掉 可惜了 下面的馬功 在繞 但是被這個箭塔 射倒了幾匹馬功 但這邊要直接射進去了 怎麼辦 馬功 打破這個牧牆 加利後面經濟 工兵趕快過來防守 先上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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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高地的話優勢就會很大 才會射得贏 但是YO直接躲高地 太狠了 兩邊高地直接被YO的機動性給拿了下來 這就是馬功以為 但是一手比亞 哈特這邊馬功點得很漂亮 這裡怎麼會有打的和騎兵 按了幾隻過來騷擾 這一波YO直接打了一個ALL IN 送掉了一堆馬功 哈特這一波 收得很不錯 這裡 箭塔 再換個幾隻馬功 有機會嗎 OK 好正面就去給壓力 哈特這邊壓力壓力真的好大 怎麼會有打的和騎兵衝進來打人呢 好這個馬功 送了 再兩批 剩下四隻馬功 YO的馬功送的有點多 這一把 哈特有時代上的優勢了 YO這邊連地有時代還非常久 原來是開了4TC 這麼濃的時間 一定要到100多村才可以升地王 哈特則是有升時代科技上的優勢 三級色化學 好化學這裡可以點一下 好再點一下 等一下肉 好大學被拆了 所以現在化學點不下 先點一個 城鎮 城鎮巡邏 這個沒必要吧 把這個肉跟黃金留下來點強弩不好嗎 點這個城鎮巡邏 感覺不是那麼不必要 這一個 哈特吃了通司車大量傷害啊 剛剛攻兵有點堆疊 是用了這個 堅守崗位移動關係 所以造成這個 單位都疊在一起了 所以現在 世界冠軍 很喜歡用這個 堅守崗位巡邏 有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 這個單位很容易疊起來 被投資車砸到 就會很痛苦 很痛苦 所以這個 這種技巧 大家還是 少用微妙 因為我們的手術 不像世界冠軍 手術這麼快 只要一失誤 基本上這一盤就白完了 直接結束了 所以 堅守崗位的 戰鬥技巧 少用少用 哈哈 但是攻兵來說 這個堅守崗位 在以去騷擾對手時候 是真的很好用 真的很好用 自己在用的時候 也很喜歡用堅守崗位 這個能力 去打攻兵 但是缺點就是 沒空 就很容易一波倒 一波倒 這裡投資車 現在沒有射程上的優勢 直接會被點掉 現在是8點射程 馬公現在找不到洞可以鑽 這裡又補了一個房子 這兩隻村民 現在還要繼續往後拉 有個燒戰再次點下 我們可以看到 點下城鎮巡弱的HART 視野是相當舒服 哇 看得一清二楚 你的馬公在哪裡 我都看得到 結果這裡木頭還是挖穿了嗎 這隻村民沒有地方可以逃 好 額 尷尬了 好 外遊這邊是斷村 點下了帝王時代 你們看到HART已經早走 好 就已經升帝王了 所以這裡選擇了斷村 先升帝王再說 不然這真的會打不贏喔 好 HART也補下了強奴 這個賺TC 撞到了一下 好 這裡使用堅守崗位的方式去騷擾 這個就是騷擾時候的工兵 用堅守崗位才不太容易被城市中心給勾走 好 這邊一個手師TC有機會嗎 巨型頭司機已經往前擺了 但是家裡這一坨馬弓壓力有點大 強奴現在有點打不太贏 躲動 躲不太愛玩 這邊收村回頭反擊 射P掉了一匹馬 好這邊繼續騷擾 我工兵走進來 就是要控你的經濟 HART這一波控的很好 這波馬弓在高地繼續有優勢 暫時拿不下來 但是HART現在沒有辦法走進去 這裡拖木頭 好 巨型頭司機出來 先拆掉了這根劍塔 YO這邊要扛住這些巨型頭司機 即使以除了出巨型頭司機之外 就只能轉馬 但現在轉馬也沒有足夠多的經濟 所以現在對於YO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三級色跟化學一定要點下 但是這裡沒TC 這裡的村民要被抓光 吐了 哇 這波損失可能會非常非常慘重 這裡HART基本上只要拉這一坨八隻攻兵去追就好了 剩下14隻攻兵繼續壓制往前 可能會更好一點喔 下方這裡也是有繼續在交戰 攻兵已經把這一坨馬弓給逼出去了 不攻兵還有攻速加成情況下 是真的很好打贏這個馬弓喔 所以馬弓現在沒有太大的用處 現在YO要趕快展更多的賺毛兵出來 去反制HART的強奴路線了 左邊這十幾隻的臭兵直接被抓掉 HART的臭兵術直接反超了YO YO現在沒有任何的軍事優勢 只能轉大洛馬或是轉達拉漢奇兵保兵單位 OK 戰毛兵配打拉漢奇兵 是完全克制強奴路線 而且也可以有效反擊槍兵路線的 Sofia遇到這個搭配組合的話 可能還是要多靠自己的火炮去做出差異性 而且他的火炮還有扭力彈射器的關係 弱彈範圍更廣打這個戰毛兵優勢更大 當然也可以轉頭石車 但是以實戰上來說火炮的機動性跟泛用性來說 會比較高於頭石車這個單位 果然是轉出了火炮 剪掉了巨屬頭石機 上方的戰毛直接把槍給撕光 YO選擇了在下面多開了一個TC 想要把經濟給追回來 戰毛兵這邊高地 反擊 火炮往後拉 HART會點下扭力彈射器嗎 現在黃金有點缺乏 出了太多工兵 現在經濟不是很好 現在HART也轉出了戰毛兵 但是正面還是應接了這一坨戰毛兵的傷害 YO這一波戰毛兵可能會被吃光 但是也換掉了非常多的強奴 這波並不虧 YO反而是說賺的 換掉這麼多強奴真的是很賺 OK 強奴只剩下8隻 HART受不了 轉出了工兵練甲 甚至劍塔也在升級了 那一手必要的劍塔 他的防御率是正常的 但是他有問題 是沒有這個劍槽槍 劍槍槽才對 所以傷害值會稍微有點差 OK 那我們接下來看到槍兵路線 繼續戳掉 控住了這塊黃金 HART能把這塊黃金給控下來 那待會的優勢就會非常巨大了 好 這裡再用火炮砸一下 達蘭和騎兵果然海了 直上直上 達蘭和騎兵上來 但是馬凱二級才剛好 直接上來手撕火炮 哇 要死能拿下 這個很賺 兩台都拿下 直接獻賺450斤 火炮直接爽賺 三毛兵 這裡繼續回頭反擊 OK 打掉 再打掉 這裡高打低 繼續回頭反殺 現在歪歪點下了馬凱 三級馬凱也點了 OK 突然是要走達蘭和騎兵路線 但很有可能這邊會先轉個弱馬 洛馬路線打戰毛兵也是相當好用 後期可能會變成一個垃圾大戰 因為黃金兵沒有辦法支撐太久 這個黃金一直拿不下來 在一個情況下 先轉洛馬可能會更好 好 但達蘭和騎兵這邊的效果非常好 解決掉了非常多的戰毛兵 達蘭和騎兵現在暫時無解 達蘭和騎兵現在天生遠防 自帶兩點 好 那現在二級的步兵鎧甲也點下了 這張黃金終於可以開採 現在YO 轉型有點轉得有點吃力 但是這三隻打爛騎兵做到了很好的效果 架子連城 打出了成盾的傷害 好 現在是點下了手推車一級攻 好 現在槍兵 已經補了非常多的數量 現在防守打爛騎兵的路線是ok的 但是兇人的巨型頭時機 有這個命中率的加成 所以打哈特這邊的巨頭的時候 優勢是比較大的 好 但是打城堡的話就不用管命中率了 基本上是100%會命中的 要掉了嗎 哇 城堡被打掉了 三巨頭高地 走不出 而且現在YO雖然有巨頭命中率優勢 但是他在處於第一處的狀態 現在巨頭要打贏也是有點困難 好 火炮也來了 火炮一來 巨頭盾拿下 但是直接被火炮 被戰寶兵給擠火 這裡 槍兵救一下 ok 殘血 血量拉不起來 被打掉 但是後面的兩台巨頭時機也被砸光了 YO 要被帶走了 現在可以看到YO的黃金量非常的多 好 殿下大洛馬跟三公的升級 先走了洛馬的升級 畢竟黃金被控 先走洛馬 合情合理 戰毛兵還要再繼續補 現在馬舊的部分不太多 就只有一個馬舊而已 這裡要趕快補馬舊 黃金重新帶左邊偷偷開採 哈特這邊走出了戰毛兵跟戰毛的 戰毛兵跟槍兵的路線 火炮跟巨頭 開始持續壓制 有力彈射器 依舊沒有拿下 因為這個科技有點貴 先把YO的產能拿下 右側的戰毛高地互換 稍微小賺一些 YO這邊有點虧 大洛馬來了 大戰毛兵 現在左側的位置 彎刀勇士也出來 控金 這應該是有看到 看一下 沒有看到 但是先是控了金就對了 現在前面的三個射箭場 只剩下一個 馬上也要消失了 YO現在產能一定要補後面才行 補在前面只會被拆掉而已 好 上面這個馬就 還在出肉馬 哈特這一波的槍兵跟戰毛 打出了很好的壓制力 好 三台巨頭 直接打爆 好 距這個城鎮中心 兩個TC也沒了 YO的聰明術 開始有點下降了 聰明能躲的地方越來越少 好 但是大洛馬來了 這波大洛馬 好 但是 哈特已經轉出了 精銳彎刀勇士 彎刀勇士 只要剩下皇族血脈 對於騎兵的傷害 可以減少3點傷害值 還算是不錯的 小buff 槍兵戳肉馬 依舊有效 三槍拿下一隻肉馬 三槍一隻 扛住三槍的男人並不多 當然大洛馬也撐不住 就只有那個男人 OKYO打下了GG 我們恭喜 哈特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 這個兇人 後面的路線 真的是被完完全全的 被強奴給拿捏住了 所以這個 馬弓路線完全沒有辦法成立 後期 Esobia又轉出了戰馬 更難讓這個馬弓繼續成型 只是說 WOW這個文明 後期的壓力是非常大的 沒有辦法轉出遊俠 或者是轉出一些 有機動性的單位 去拿掉後面的火炮 跟巨頭 被推進的路線 是很容易被對手給打成的 哈特這邊的轉型 完全沒有問題 後面轉出的彎刀 感覺是 不是那麼的必要 但是以要馬上結束遊戲來說的話 轉彎刀 確實是一個很快成型的方法 畢竟製造速度快 而且有足夠的殺傷力 甚至三攻點下 砍村民只要兩刀一村 所以彎刀呢 算是可用可不用的路線 甚至 哈特也可以展出大洛馬 補下更多肉 也是可以考慮的 畢竟大洛馬 也是砍村民四刀一村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要請記得幫我小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拜拜